揭秘体操超新星张国恒与李小鹏师出铜门冲颈巴黎 张国恒最初被中国体操迷关注 可能是在今年上半年的全国体操锦标赛中 他斩获男子自由体操金牌以及男子团体 全能两枚银牌 并成功入选中国体操队的奥运集训大名单 22日张国恒击败奥运冠军桥本大会 赢得世界体操锦标赛男子个人全能冠军 张国恒是否能成为东京奥运会的一员 不仅是外界热议的问题 也是当时中国体操队非常纠结的事情 身在日本的中国体操队领贵叶日南 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点评了张国恒 他说张国恒是近年来涌现的一个 非常有潜质的全能选手 东京奥运会落选非常遗憾 但他没有失去信心 依然很刻苦的训练 并在单杠项目上 增加了一个后空翻两周月杠抓杠的难度动作 这样他的难度分提高了0.3至0.4分 达到了6.2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